一名名为林灿的男子日前冒名马歇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副院长副中洽谈合作破局 由于未造名片上的地址在中国上海 而台湾马歇医院在上海尚未申请商标 因此为家追究 不料近期留出一张林灿与马歇高层在北京天坛的合照 外界物理看花 马歇今早澄清与知毫无瓜葛 将重新搜集试证 不排除提告 马歇医院董事长刘伯恩协同马歇医院院长师授权 马歇医院书记董事林博寿 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澄清 刘伯恩会后受访表示 林灿一四位一名医师 副中目的不明 但去年二月初冒用马歇医院商标 未造名片 自称为马歇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副院长 副中洽谈成立上海马歇 经检指院方本有意提告 但因为在上海注册商标 最终不了了之 不料近日网络上又流传林灿与马歇医院总院副院长 陈池平及马歇董事 吴谦住在北京天坛前合影的照片 刘伯恩说 这并非公务行程或院内旅游 属私人行程与马歇无关 董事却有监督职责 怎么会与林灿同游 还有待两位当事人厘清 不过目前两人未接电话 也未以其他方式向院方说明 马歇医院院长施授权表示 马歇医院虽不排斥于派员至中国执行医疗管理指导或成立医院 但林灿已是属子虚乌有 马歇医院不排除提告 院方已在去年与中国申请中文 英文和商标日后如有类似冒用情势 便能在中国提告 马歇医院董事长刘伯恩 左马歇医院院长施授权 右记者罗真摄影 分享网络上流传林灿 右一马歇医院总院副院长陈池平 左二与马歇董事无签注 右二在北京天坛前合影的照片突翻设字网络分享